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晴 今天呢要來教大家 怎麼解鎖折杜真武這個角色 那相信已經很多人知道 不過還是告訴一些不知道的玩家 那 呃折杜的解鎖玩法就在左邊的圖片哦 不過我這一張圖是網路上找的 就是這個 呃在新世界 50萬的評分決鬥的評分50萬累積50萬以上 就會解鎖這個角色的解鎖任務哦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把任務解一解就可以拿到這個角色哦 非常的簡單啊 好那我們今天一樣是用尤貝爾的牌子哦 不過今天呃 這個角色稍微還是要注意一點 我覺得他跟神優史都是比較難刷一點哦 然後中幼子還有另外一隻那個胖虎 對這兩隻比較好刷一點 那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他有一張 有一張後臺哦是會 讓怪獸跟你 就是戰鬥完之後你的被打的那一隻怪獸會彈回手牌哦 那這時候我們第二階段被台灣手牌就跳第三階段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只要想辦法再把手上的尤貝爾炸掉 再跳手牌的第二階段就可以了 那對方有一張陷阱卡突破技能會無效 哦會無效我們的 這個最後我們要收尤貝爾 這個最後我們要收尾的時候會無效 我們第三階段尤貝爾 所以記得開一張瘋魔之石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 來刷給大家看 ok 好 直接刷一波 那其實呃現在的刷分有一種懶人的方式哦 我今天看到一個日本人在刷他是 他是直接鑰匙乘以三倍 他是直接用三倍的鑰匙去刷 所以等同你只要拿三千分 你就可以超過八個寶箱哦 所以然後他刷的方法是因為現在 呃你使用新世界的角色都會 都可以直接用零百召喚嘛 然後就放一大堆 七星的卡通的怪獸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回合叫出 一大堆的七星的卡通怪獸 然後就隨便搭一個場地啊 或是什麼 你只要抽到 就可以直擊打兩下 所以就很快就可以一回殺哦 那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刷分方式 只不過很浪費鑰匙啊 如果鑰匙多的玩家 就可以使用我剛剛說的這個方式哦 好 那我們起手不太好 先結束吧 好像有點慘哎 趕快來一個 哎呀那伏地是幾刀者 所以哦 monster 希望沒有突破技能 ok 來 直接跳 我剛剛要應該用技能洗回去的 從手牌跳好像 我少賺一張牌 ok 好 那就等收尾吧 雷森林女巫 哎 來 咱們這邊 在抓黑森林女巫 好 好對手開了這一張幻想魔術哦 所以我們的 這只會被彈回手牌 然後我們再跳 這個魔龍出來哦 好 ok 來夜叉又來了 他們再用夜叉 把油被的炸掉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們這邊蓋炎王獸夜沙 來結束回合 好 炸掉 再跳出來 啊基本上這樣就 遇到的這個彈灰手牌就不用怕了 哦因為這樣又回來然後就繼續炸場 好結束 ok 那我們繼續抓牌 啊再來就等收尾吧 收尾一波才會爽 好我們這邊叫 奈福帝斯守護者 我們這邊是要來綠牌哦 好好特招 monster 特殊 ok 然後再結束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效果可以讓我們多炸一張 排主的祈禱者 那我放了回合 守護者效果 好我們這樣多綠一張牌 當然我們比較快抽完哦 來結束回合 這個滿壯新人沒炸到沒差 反正 場上也只有一張怪嗎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哦 就等抽完就可以了 再抽牌 野王獸夜叉 這一張 不是閃卡 不是閃卡就算了 如果這張是閃卡的話 就稍微召喚一下 你又要追加 我只能之間諜 ok 那我們應該 哎呀突破技能 無效了 好看一下啊 僅可與我方回合發動 那也不用擔心哦 因為我們等下打過去是 打過去是在對方的回合 然後這邊又把我無效 哎幹 好沒關係 跳這個 第三階段有沒有 好這樣分數會稍微低一點 不過我們 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這種情況真的很少見哦 不過還是 抓分成功 那如果他沒有這樣再把我們解掉的話 八千分是絕對沒有問題 我自己也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 開突破技能 因為通常都是最後收尾的時候才開啊 不過他連目的也又再開一次哦 不過也還好 我們還是刷分成功 好 只言之間諜 也 送過去啊 這樣我們 這個驅除魔鬼就用不到了 好 來戰鬥發動風魔之死 ok 對 哎其實這樣分數應該是 應該是一樣了 因為四千 因為滿血跟被扣一次血好像都一樣哦 要壓到一千以下分數才會比較高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可以拿到多少分 耶 七千五 ok 的沒有問題 好 那應該是 閃音卡可能太少了 或是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有打 八千分哦 會不會不不太確定哦 好但是這一套是 非常的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刷起來也算蠻穩的哦 至少我到現在 刷是完全 沒有翻車過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折度真五 啊不知道大家所有的角色 有沒有全部都拿到了 那近期應該會 直播來玩我們的這個新卡哦 因為其實 更新到現在有出了非常 多的新卡哦 然後今天禮拜六嗎 呃 今天晚上直播機率應該比較低哦 但如果心血來潮應該還是會播一下 那如果今天晚上沒有播的話 我們會在明天晚上啊 就禮拜日的晚上九點半之後 我們會來直播來玩新卡哦 那聽說這個操縱啊 還有這個 腰先獸都很強哦 所以我們 就是因為原本我還沒有拿起嗎 現在已經差不多拿起等級也升上來 所以我們應該會在直播的時候 玩這一些新卡哦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喜歡今天二期影片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不訂閱發布影片 或者興奮 那我們就明天見 記得哦 哇哇哇哇